赵云在天水关前大战江维 二将这一打呀 哎呦 老将军赵云是越打越高兴 怎么回事呢 这么长时间了 在江场上还没缝过这样的敌手呢 江维的枪法出神入末 门路个别 赵云跟他打着是越打越喜欢这原将 今天可真是齐逢对手 将狱良才 何老将军这痛快 光顾打着痛快了 可您倒看看 您奉命来取天水 带着三千人马 离城老远您留下了两千 自己就带着一千来人 您跑到人家大门口这来打来了 您也不看看四面八方都是人家的兵吗 感情得太守马尊哪 把令旗轻轻这么一摆 悄悄的 把老将军赵云给围起来了 赵云还不知道呢 猛的呀 他这么一抬头 哎呦 赵云一看我那人马哪去了 怎么四面八方都是人家的兵啊 哈哈 又把我给围困在这了 老将军自己想这茬啊 都差点乐了 上一次把邓芝劝我 我不听 结果呢 我让人家给困在深山里头 要不是两个侄儿观星喝张包的解救 那回还真挺危险 这回到天水来 又二人把我围住了 哎呀 这真像人家说的那样啊 这人要上了几岁年纪 这脑子就不好使了 我怎么就不多想想呢 赵云这么一想我怎么办呢 是继续跟这员将打呀 我还是杀出重围呀 现在看来呀 虽然四面八方 都是曹卫的人马 但是要杀出去呀 也不算十分困难 可是他还有点舍不得 哪找这么一员将军去 哎呀 我这围儿跟他刚打了这么几下 就不打了 你说赵云这脾气要说起来也是够古怪的 您现在就应该冲出去 不能再练战了 他还继续往下打 老赵云光顾了打了 哼 外边那两员将可受不了了 就那高强和张义呀 这俩人这么一瞧 天水关闲 哎哟 到处都是人家曹卫的人马 咱的老将军哪儿去了 不是让人给困住了 那可不得了 回去咱们建丞相怎么交代呀 快 打救老将军 这两员将就杀进来 就算是勉勉强强啊 从战场上把赵云给拖下来的 都不能说是给救出来 你甭救 人家子龙将军根本就不想走 这二位一看 那哪行啊 再打咱们非吃亏不可呀 哎就这么着 把赵云将军给保出了重围 一块回到了大营来见丞相 赵云呢 上仗请罪 请罪啊 不管怎么说呀 我奉丞相之命 去取天水 没取下这座城来 哎 还差一点让人家把我给困住 这就算是打了败仗了 请丞相 哎 处置 主哥丞相一听 哎 子龙啊 你没有过错 此乃 丞相要说我之过也 可这话没说出口 不但没说出这句话来 丞相还点生气了 生什么气啊 这天水关 有这样的能人吗 这是什么人呢 能识破我之玄机 这可不是丞相骄傲 诸葛亮 每出一个谋划 一个册 还很少被人家给识破过 你瞧瞧 今儿个人家天水关里 居然就有这样的能人 给你来个将其救济 闲一闲 把我的大将赵云 给困在那 所以丞相这心里呀 有点生气 还有点吃惊啊 哎 子龙啊 丞相 跟你动手的这原将 他叫什么名字 这个 嗨 子龙摇了摇头 丞相 我们两个一见面 光是我通了名了 我没问他 哎 我可看见他那大稻棋了 大稻棋上有个陡大的江字 哎呀 此人武功出众 枪法 神出鬼没呀 这原将可不得了 赵云越夸将为啊 越高兴 哎哟 丞相点了点头啊 从我们子龙的口里夸这么一员战将 这还是很少有的事情呢 这原将这么可爱吗 我这一记 会不会是被此人识破的呢 嗯 我要亲自到天水 会一会这原将 子龙 你下去歇息吧 赵云没动地方 怎么回事啊 他等着出发呢 我在天水打了败仗了 丞相 您得发落我呀 嗨 诸葛丞相苦笑一声摇了摇头啊 子龙 这不是你的过错 是我用计不当 如果说有过错的话 此乃我之过也 哎哟 帐中的文武众将 按条大旨啊 称赞丞相 昆宏大度啊 诸葛丞相 当机起兵啊 亲自统帅人马 兵取天水 哼 又让人家天水 姜威 给识破了 怎么回事 姜威战赵云之后 赵云杀出重围去了 姜威啊 也打心里 佩服赵子龙啊 这老将军是名不虚传 不过现在就是上了几岁年纪啊 如果说这要是倒退了三十年二十载的 我还真有点不可能 在赵云的马前走上几十个回合 哎呀呀 难得呀 不愧是西蜀五湖大将之一 姜威也佩服这叫英雄暗英雄 好汉呀好汉嘛 马尊一看赵云已经杀出重围去了 咱们这就算取胜了 收兵吧 兵回天水关 刚到了帅府 姜威就过来 太守你可不能大意 赵云这一败走啊 马上诸葛亮就要领兵亲征天水 啊 马尊一听真的吗 那能错吗 哎呀 伯月 那你看 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拒敌呢 呃 将军莫慌 现在 您就应该把城里边 安排下一哨人马 随后 您和我一块出城 兵分东西南北 咱们是四路埋伏 说不定 今天就能生擒 秦诸葛孔明 哎呀呀 这可真是一条妙计 伯月 我马上传令 太守马尊呢 把城里边安排了一下 让这守城军校有多加小心 千万不可大意 因为这回是诸葛亮亲自来打了咱们来了 最后他和姜维把人马就带出城外去了 四下埋伏起来 等着诸葛丞相 诸葛亮的人马还真来了 诸葛丞相老远望见了天水城头 哦 就是这儿啊 来 攻城 丞相传令刚说了一句攻城嘛 四面炮声响起来了 跟着锣鼓声不绝于耳喊杀声惊天动地 将为和马尊从四面杀过来 哎呀呀 诸葛丞相坐的四轮车声这么一看 原来人家天水官啊 早有安排 根本取不了啊 撤吧 兵撤四十里 这才把营寨扎主 诸葛丞相声仗 他坐在这率案后 是不住的点头 丞相点头什么意思 信服了赵云所说的这番话 这位姓江的将军 果然厉害呀 你看看 人家安排的是有条不紊啊 并不是说杀败了西蜀赵云 人家就忘乎所以了 在城中大摆炎炎 没有那事 感情四下里埋伏着扶兵呢 就等候我来 已经断定了我是非来不可 这缘大将可不可多得呀 古人说大将有勇不如有志 有志不如有学呀 为将者不单独得志勇双全 而且还得学识渊博呀 今日我诸葛亮是亲眼目睹 亲自看了天水的人马并不多 但是人家是连连取胜 这就说明为将者是调度有方 看来是兵不再多 在人调钱 这位姓江的将军 此人真将才呀 诸葛亮不由得自己把大纸挑起来了 两边文武全糊涂了 咱们丞相跟谁说话 自言自语 他买大摩哥挑起来这夸谁呢 准是夸天水官的行 咱就别猜了 听一听吧 诸葛丞相传令 人家天水官有安排 一时攻不下 现在需要养精蓄蕊 大家注意休息散账了 嘿 大伙一瞧 这仗打得不赖 倒是挺轻松啊 丞相怎么个打算 谁能猜得到 散仗之后 诸葛丞相让中军呢 找来了两个老族 就是从南安那会儿 收服的两个降族 丞相让他们落座 给他们摆上两碗茶 待他们很客气 这两个老军一看 哎呀 丞相 这我们怎么敢当啊 不知丞相有什么吩咐 哦 没什么事情 我是把你们找来 想谈一谈 哦 这俩老军 心里真高兴 感觉丞相 要跟咱们聊聊天 哦 那咱们就听着吧 呃 我来问你们 你们是当地人 你们知道不知道 天水这行 有一位将军 姓江 其中一个老军一听 哦 知道知道 呈相 您问着了 我跟这人还住过邻居呢 此人姓江名为自博曰 他是上将军 江炯的后代 这父亲 那枪法也十分了得呀 江家门的枪 相传树代 相法如身 那天水官的太守马尊啊 依仗着人家江为一大半的力量 如果江为要不在天水啊 那马尊根本就不配在这儿镇守 所以您跟我们这一打听 您算打听着了 这江为江不约将军啊 不单武艺超群 文韬武略 足智多谋 这人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他弑母至孝 最孝敬母亲 所以啊 不用说在天水 也可以说就在汉中 拢幼一带等处 没有不敬佩江为的 呈相 这个人可真是不可多得呀 啊 呈相一听 此人孝母 呃 江为的家在哪住啊 是在天水官内吗 啊 不不不 呈相 他们家老太太住在济城 哎 要不怎么说 我跟他住过邻居呢 现在老太太还在济城那儿呢 哦 呈相一听好了 我明白了 赏了这两个老君把他们打扶下去 呈相传令 把魏延找来 给魏延三千人马 福尔交代了一令 你必须如此这般 魏延领令走了 丞相又把赵云请来了 赤将军 我给你三千人马 你到上规 上规呀 是天水的粮库 也就是说 他的运粮的粮道 你把上规得过来 断起天水的粮道 哎 天水守军是不战自败 赵云领令 诸葛丞相把两支大令传下去了 哎呦 继承的探马 抱进了天水 说是西蜀军 派大将魏延 夺取继承 据说是啊 不杀进继承 则已要是杀进去 是鸡犬不留 要不全城的移民百姓 斩尽杀绝 啊 江维一听这声禀报 是大吃力惊啊 这赶囊跑到了马尊的跟前 哎呀 将军 急得都快掉泪了 我母亲在继承呢 请将军给我一令 我又打继承 把母亲接来添水 不知将军意下如何 马尊这么一听 哎呀呀 伯月 那你就快去吧 马尊知道 江维孝母啊 你要不让他去 哎呀 那他得急疯了 哎 我早就跟你说过 应该把老娘接到天水 可你就是不去接 你看 现在西蜀军围攻继承去了 快去吧 先把老娘接来再说 啊 遵令 说着话 江维赶忙带领两千人马 来解继承之围 快到继承了 碰声魏言了 打了个三招武士 江维就进了城了 继承地方不大 他一进城啊 人家魏言夸插一下 就把继承给包围起来了 江维 来到家中见了母亲 叩仇十里 老太太一愣 哎呦 我儿不在天水 与马尊太守俱城 你回家来干什么来 哎呀 母亲啊 西蜀军已经包围了继承 说是要杀进城中来之后 鸡犬不留啊 孩儿惦念着老娘 我怎么能再在天水那待下去 我来接母亲您来了 您与孩儿我走吧 哦 老太太这才明白 我儿一片孝心 走咱们怎么个走法呀 江维想杀出城去 困难了 咱们 敢请诸葛丞相 是一记跟着一记 诸葛亮这不是刚把赵云和魏言打发走吗 随后吩咐中军去 把那夏侯驸马给我带这来 把那夏侯帽带来 夏侯帽一进大仗 他也不是怎么了 自己也觉得奇怪 奇怪什么呀 我怎么一见了这位 雨膳观金 这这答备我就 腿肚子有点发麻呢 是做点病吧 见着诸葛亮的赶忙上前十里 丞相在上 夏侯帽 这乡有礼 啊 诸葛亮笑着冲他点了点头 夏侯驸马 委屈了你了 来来来 做些讲话 啊 夏侯帽一听什么 我跟诸葛亮平起平坐 我哪是那资格呀 丞相 我怎敢落座 有座便座 不必客气 你还是金枝玉叶的 哎哟 夏侯帽心里这不是滋味 心说您瞧我那金枝玉叶 这模样 倒这还好 三下五出二 让人给逮住了 现在我的兵也不知道哪去了 将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皇帝交给我二十万人马 现在剩我老哥一人了 那丞相还说我是金枝玉叶呢 白菜叶 您甭客气了 哎 坐下好说话 夏侯驸马 我想放你出营啊 啊 夏侯帽怎么一听 心说我是不是上火了 这两天耳朵有点不得得劲 应该吃点上清完了吧 听错了 还是丞相真说了 这句话了 放我出营 那可能吗 丞相 您说什么 我想放了你 哎呀 多谢丞相 千万 放你我可有个条件 请丞相吩咐 你知道不知道 天水关有个江维江伯约 我知道啊 那是我魏朝的大将啊 哎 这个人曾经说了 只要你夏侯驸马在 只要你驸马说句话 他就能归顺西暑 所以我要放你的话 你必须把江维江伯约 给我收响过来 就这么个条件 不知道夏侯驸马 你能不能答应 哎呀呀 丞相 慢说一个将为 就是十个 我也把他招安到丞相您的面前 您就尽管放心 那好 丞相吩咐来啊 给驸马换衣服 给他比马 请驸马出营 干嘛 走吧 就把这夏侯帽给放了 夏侯帽出的大营来 信吗 游刚往前走了一段路 他往寺外 怎么一撒嘛 嘿 诸葛亮真够放心的 合着就放出我一人来 一个跟着我都没有 连个钉烧的都没派 哦 就这么散的散发的 让我去给你招安 将为将不约啊 算了吧 我才不给你招安去呢 哼 凭什么呀 我们卫将都归了你 那那我主天下怎么办呢 我呀 我走了 哎呀 夏侯帽刚想到这咧嘴了 怎么 这地方他倒是不熟啊 我上哪走啊 我应该奔哪啊 嗨 走段路再说吧 万一要碰生人啊 我跟他问问 往天水怎么走 奔长安又怎么走 只要到了这俩地儿 那就好办多了 哎呦 他刚想到这儿 只见在对面来了好多人 好多百姓 除老邪幼的 夏侯帽这么一瞧 哎 哎 百姓们 你们这是上哪儿去呀 从哪儿来呀 哎呦 将军你不知道啊 我们从济城来 那江维江博约把济城献了 献给了西蜀 他归顺西蜀了 随后啊 就在济城之中是放火杀人 我们活不下去 都逃到这儿来了 哎呦 夏侯帽怎么一听 吓得一哆嗦 江维已经反了 哦 他降了西蜀了 诸葛亮还让我去招安呢 我招他干嘛呀 如此说来 这济城归人西蜀了 哎 我来问你们 往天水 得怎么走啊 有人指给他 啊 将军 你看见了没有 九顺这条小路 一直就走到天水 啊 多谢多谢 夏侯帽不敢耽搁了 打马杨斌 他就问天水官来 来到官前一叫官 城上的人这么一看 哎呦 我的天 这不驸马爷吗 请您少后 赶忙报警率府 白马尊给吓了一跳 什么 夏侯驸马 单人匹马的来叫官 真是他吗 您上城去看看 哼 这位马尊太守 跟他流行的就上了城了 首富多口 望前这么一看 果然是夏侯驸马 快快快 快开城 开城就把这驸马 给接进来了 接到率府 上岗岗正当中 一把大椅 让给驸马了 那是帅位 帅位啊 什么位也得让个他 因为这马尊 坐的是人家家的官啊 哎呀 驸马 您可把我们店年坏了 有的说您呢 被困住了 还有的说您 被诸佛亮给捉了去了 甚至还有的说 没法说了 怎么 说你死在乱军之中了 那怎么说呀 夏侯帽长叹了一声 哎 马尊将军都不要提了 我上了诸佛亮的大当 中了他的诡计了 我确实让孔明把我给捉了去了 我怎么到你这儿来了呢 是有这么这么这么回事 什么 马尊一听 当时把两个眼睛就瞪起来了 父母 您真的听说 江维江不约 想了西数了 你看看 我亲耳听到的 我亲眼看见的 由继承逃出来的那些百姓 哦 哎呀 这个江维呀 气得把尊一跺脚 咯咯咯咯咬牙呀 这个江伯爷 啊 战情他早有归降 稀署之心 他瞪着两个眼睛骗我 说到寄城街 他的母亲去 嘿嘿 我见不着他得已呀 见着我就把此贼碎尸 烂断 嗨 下红帽一瞧 你招那急有什么用啊 对 呃 吩咐人来呀 设白酒宴 给驸马押惊 喝 这顿饭 只吃到二更天 饭还没吃完呢 有探马来报 西数军攻城 为首的是江维江伯月 啊 这一报差点 把这马尊探手给气了个倒影 他当时安顿好了下红驸马 亲自上城 来到城头上 他一手扶夺口 一手打铃鹏 望这军中这么一看啊 哎哟 遍地都是西数军啊 灯笼火把无数啊 在这火光之中啊 有一员大将 嗯 穿戴打扮 骑着那马 手里使着那枪 越看 越向江维 没错 是他 可这江维啊 也聪明 怎么呢 他也不到城前来 他就离着老远的 一劲晃手里那杆枪 这时候马尊呢 就传令开弓放箭呗 整折腾了两个精神 就二经天打到四经 天也快亮了 不是吗 人家西数军人马也撤了 把这马尊太守给气的 气得晕头断向 他就恨这江维 江维 等我捉住你再说吧 好啊 你亲自领的西数军来攻城 一打就是半袖 你那良心哪儿去 被马尊恨坏了 这江维 真来攻城来了 哪儿啊 真正的江维 江伯月啊 还在继承那儿呢 那么这江维是哪儿的 这是西数军 瞧装改办 化了装了 要不怎么不到城跟前来呢 离老远那儿 一劲晃枪 离着太近了 怕马尊认出来 这都是诸葛丞相的妙计 把这马尊恨得要死 人家真正的那江维啊 一点还不知道姓呢 江维在继承那儿 也是心急如焚 怎么回事 这继承不大 他存不了多少粮草 原来继承这儿 有些军校在这儿守着 江维来救母亲 又带来了两千来人 这好几千人 加上城中的百姓 整天这么吃 光吃 没地方往里浸粮草 这谁受得了 江维有点急了 不行 我得出城去节粮了 哎 恰恰就在这时 探报来禀报 说是西蜀军啊 正从上规那行 往他们军营里头 运粮呢 赵云把上规给取了 本那儿的粮草全拉走了 哎呦 江维一听啊 不行啊 我得节进点来 他带领一少人马出城节粮 还真挺顺利 到外边就节了不下百车粮草 粮草也到手了 可回不了继城了 魏延把继城给占了 逼得江维走投无路 只好回天水 刚到城门前 马尊在城头上是破口大骂 跟着就是乱箭齐发呀 不让江维跨前一步 他只得驳马败走吧 刚跑出来没有十几里 只听前面树林中有人大笑一声 博曰还不早降 更待何时